台湾独立游戏团队制作游戏 早上百万VTuber配音反而引发延上 大家好欢迎来到羞羞羞的频道我是阿修 小魔女洛贝塔在2021年10月1号的线上东京电玩展 宣布主要声优名单 名单之后可以看见 除了小魔女洛贝塔本身由日本声优 大德事务所所属的小源豪美担当 那总不能因为Hololife比较热门 所以我们就跳过不介绍主角声优对吧 所以我们快速介绍一下 小源豪美 小源豪美是这两年开始担当主要角色的新世代声优 比较有名的角色吗 灰烈姬想让人告白的藤约千花 无子转身的洛奇希思架 其他以配角居多 可以期待在未来几年 能在竞争激烈的女性声优圈中站稳一方 而诺贝塔作为主角 选用一个不算无名也不算非常有名 刚踏入主角配音圈中的女性声优 我想是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选择 毕竟小魔女诺贝塔本身就不是什么3A级大作 那这次的真意点主要是围料在BOSS的配音上 有以下图可以得知 已公布的三位BOSS CP如下 塔尼亚 深幽 伟丸 波尔卡 莫尼卡 深幽 白上 吹雪 凡尼莎 深幽 白银 诺埃尔 没错 这次的三位BOSS 皆由HoloLife的三位VTuber所担当 已公布三位VTuber也很开心的在推特宣布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让这款在4玩版发布首周 取得5万销量的小魔女诺贝塔声名大噪 直接空降成为许多人2022年最期待的游戏之一 小魔女诺贝塔 游戏游玩方式是操控女主角诺贝塔在古堡中探险 配合远距离的魔法以及近距离的劈砍 闪躲反击来敌退打倒敌人 没错 这就是一款带有萌系外皮致敬黑暗灵魂的作品 在日本甚至有罗莉黑魂的称号 由台湾团队普普雅根制造 新萌创意代为发行的3D动作射击游戏 2020年6月24号实地平台以抢先体验版模式推出windows版本 预计在2022年正式推出游戏 那这次的真一点很简单就是 找VTuber配音适合吗? 反对方的论点很简单就是 虽然这次只是Boss配音 但找知名VTuber配音很有可能压缩对于 生优新人在少数能发声 培养生优专业的空间 而知名VTuber在配音上 也不一定会比专业生优好 为什么要找人家呢? 是不是只想做宣传? 而支持方的论点也很简单 在这次宣布的生优名单中 未宣布配音角色但已确认会登场的生优还有 门邪无矣 伊莉亚斯菲尔的生优 名佐加之美优的生优 集水笑红 西川郡树 五位光衣 片贝直升 金川东西等人 除了集水笑红以外 都是新人等级的生优 也就是说制作团队本身没有为了宣传而全部找VTuber当生优 实际上三位VTuber这次配音都是在三位BOSS上 而不是主角上 所以真的有因为找VTuber而让新人没办法练功吗? 单从名单看来是看不出来的啦 而从官方已释出的BOSS配音来看 当然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专业生优等级 但我个人认为这三位VTuber配音起来也不会有到磅毒的地步 早在2020年游戏测试版推出时 Cover公司就有提出能否直播的申请 制作团队很有可能是那时候就跟Cover公司搭上线 我想以团队而言完全就是捡到宝的模式 毕竟在游戏未来正式推出之后 Holo Life一定会进行直播游戏 非常有机会让小魔女诺贝塔这款游戏的消养再往上冲 许多反对方的想法可能偏向于 感觉未来会看到一堆游戏找VTuber来配音 但其实这又会变成我们平常常见的电影或是动画找艺人来做配音 这种早已习以为常的宣传模式一样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深优有因此失业吗? 我想是没有的对吧 而艺人的配音就一定磅毒吗? 这也不一定 有些还配的不错 当然也有配的不好的 但就算是找新人深优也一样会有磅毒的问题 在现代日本业界深优圈逐渐走出幕后来到台前的情况下 深优与育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再算上VTuber 对于本身就是非常竞争激烈的深优圈中 我想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啦 毕竟深优也可以去当VTuber啊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次事件呢? 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啦 小蒙女罗贝哈本身的卖点也是以游戏性为主的游戏 只要实际配音听起来没有严重磅毒 那这应该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吧 那今天的影片 嗯? 你说找HoloLive配音被小粉红狂刷复评这件事情怎么没有讲到? 呃... 毕竟你也知道嘛 这是一款由台湾的独立游戏团队制作的游戏 所以说呢 你终究是要开欧洲车的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开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啰 掰 哦 人民有够多疯狂在那边宠戮